12本通过超级部队解锁了超级蓝胖之后 也就解锁了一个12本到15本 强度和热度都是T0级别的流派 这个流派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超蓝流 首先大多数人对于超蓝流都有一个误解 超蓝流它是天勇超蓝不是天女超蓝 天女这个玩法它的前线目标是去处理掉对部队威胁较大的东西 而天勇前线目标只是负责清掉一个小角落为部队断一下鞭 虽然说也有用天女为超蓝断边的玩法 但是实用性并不是特别的高 12本的超蓝流也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这期就来给你们详细教学一下12本的超蓝流 首先12本超蓝流的配兵可以参考视频画面中的 援军方面选择投石车防爆然后两个雪怪 超蓝流的进攻路线我们一般都是从大本的反方向开始往大本进攻 这个阵型大本在中间 这个阵型我打算超蓝从下面往上面打 确定了超蓝的进攻路线我们就得开始给超蓝断边 给超蓝断边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蛮王和天勇各断一边 一种是投石车和天勇各断一边 如果这个阵型有个地方投石车可以白漂到地狱塔或者很多的轻防御 我们就把投石车丢一边 让蛮王和天勇帮助超蓝断边 如果这个阵型投石车没有什么发挥空间 就用来帮助超蓝断边 这个阵型上面的左右两边下投石车都会白漂很多的轻防御 如果按照正常的思路来打 应该下面的左右两边用蛮王和天勇断边 投石车就丢上面去白漂防御 但是我比较习惯用投石用来断边了 所以我还是选择下面超蓝用投石和天勇断边 这个大家就不要学我了 那么下面超蓝我们就用投石车和天勇负责左右两边各选择断一边 超蓝往上推进弹跳法术挂在女皇王座的位置 超蓝就可以踩弹跳顺利的打进中间核心区域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个阵型为什么不从侧面打或从上面打 偏偏选择从下面开始往上打 先来讲这个阵型为什么不从侧面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阵型的侧面都有一块被城墙围着的空白区域 如果我们往侧面打的话 超蓝并不会第一时间往中间打 而是会清理左右两边的建筑 因为这块空白区域把中间的建筑隔开了一段距离 左右两边的建筑离超蓝是最近的 如果前夕要把侧面左右两边的边给断干净的话 那所需的时间是非常久的 上面的火力并不是特别的猛 下面区域有双王和鸟炮 如果从上面开始打 我们到中间交了金身 金身效果失效之后 下面的双王就会狠狠的痛击我们的大部队 虽然说双王的火力并不是特别的猛 但是上面区域的防御建筑是对我们超蓝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 所以综合来说 这个阵型从下往上打是最好的选择 前夕思路也是没有问题了 开始操作 首先右边我们先下天勇断边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点 前夕天勇断边遇到的防御并不是特别多的情况 我们给勇王三个天使就行了 紧接着在左边先下法师吸引迫击炮的伤害 接着下野蛮人探陷阱 接着再下投石车 前夕断边没有什么讲究 我们就直接跳过 先勇前夕断边不要超过所剩时间两分钟这个时间点 先勇这边断边断的差不多了 先下病人吸引伤害 紧接着下超蓝 用超蓝把天勇拉过来 然后剩余的天使放下去来超蓝 这样子可以有效防止天使不转来给超蓝 天使下完气球放下去 紧接着蛮王丢左边去断边 女皇放下去跟着超蓝 接下来就等大部队超蓝往里面推进 超炸放下去打开城墙 这边给超蓝弹跳法术 让超蓝往中间核心区域进去 紧接着给超蓝大部队一瓶狂暴 中间的火力比较猛 对面援军出来了 有王开精神保护大部队 超蓝打这种阵型框架比较小 建筑又比较密集的阵型 基本上都是乱杀的 继续给前面的超蓝部队一批狂暴 然后把手上的小单位放下去 倾理建筑 中间的核心区域全部打掉了 剩下基本就是坐等三星 玩好超蓝流的核心在于规划好超蓝的路线 利用弹跳法术让超蓝进入重要区域打爆发输出 天勇投石或者天勇蛮王 把左右两边断干净 超蓝往中间冲 遇到大本不是在中间的阵型 那就反方向进攻大本 遇到大本在中间的阵型 那就看哪条路线比较好推进 最后也是非常非常轻松拿下本场三星 关注温九 教你学会所有流派